哈哈哈哈 應該可以了 好 現在應該是真的開始了 Hello 大家好 如果看到這個Live 聽到聲音和影像都可以 可以麻煩給我們一個讚 讓我知道我可以開始了 先看看 因為都是一個好像上次一樣 都是新的版面 讓我留意一下是不是可以看到所有東西 好的 如果你們看到我們的影音 看到我們的影音可以給我們一個讚 我知道一切的狀況是OK 我就可以開始跟大家講解今天我們的Live 陸續都看到了 好的 好 我看到大家的反應 今天最主要是跟大家講一下抄經 因為近來我們也幫台中的菩薩寺 在香港派發一個萬人心經的物資 所以都有很多問題 我們就順手開這個Live 跟大家講一下抄經 因為平時我們都 以前我們疫情前 如果有些朋友還記得的話 我們其實每個月都有抄經共修 到現在有時候見到那些朋友都會問我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聚在一起每個月抄經 所以其實就知道 和我們看禮這裡經常性都會有大寶法王的心經抄經貼 是免費派發和人結束 其實就看得出我們都很喜歡抄經這個法門的 所以都經常性會有人問 抄不同的經有什麼功德 有什麼用處 反而我就會不是說它有什麼好處 因為我也聽到有些朋友在不同的網路電台 可能聽到其他人就會說 我不知道抄什麼經就可以招財哪些人員 這個我們就不太知道 因為其實正信佛教 反而每一部經書就好像 我曾經有聽過佛學院的老師說 經好像以前都會用小勁那個勁字 現在是巧思邊的那個經 以前都會用雙企忍的小勁的意思 其實是代表通往什麼什麼之路的一個方法 所以我也會覺得 經本的內文 會比較像傳記 故事 又或者是一些方向教我們 去怎樣把佛法放進去生活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會和大家說多些 是你未來拿經 April 說她未來拿 我一會兒都會提到 如果你未來拿那怎麼辦呢 是啊 但是我們有時候 Benny 說是 那些人民間宗教迷信多些 是 所以其實漢禮很多時候是希望 反而有人說這些東西 問我們這些東西 我們是開心的 因為我們有機會去和大家解釋回 可能正信佛教來說 經書是什麼一回事 等一下有時間過來拿 好 一會兒歡迎你 好 我們首先解答了這個 叫做萬人抄心經的問題 因為我是負責聽電話那個 所以每天都收到很多不同的問題 我試試可不可以在這裏一次解答 如果你都未來拿經本 又或者有任何問題的 都可以在這個live的時候 寫給我們 又或者已經在抄襲 可以告訴我們 你進展是怎樣 都可以在留言告訴我們 好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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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在抄襲 對 很開心 其實都著弱的 這次見到很多人都在隨起這件事 說回這個其實是 台中菩薩子發起的一個活動 因為其實隨著尼泊爾 他們疫情嚴重都要封關 那裡簡直沒有物資 沒有氧氣機 再去到台灣自己都不夠 就是都開始疫情嚴重了 師父就在想 大家在這裏彷徨的時候 可以做些什麼呢 所以他們就發起了 這個萬人抄襲心經的活動 因為香港這邊都不少 菩薩子的信眾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問到 香港這邊有沒有得抄 所以其實我們就很快 菩薩子那邊就已經安排了 我們這裡 都去進行派物資這件事 又加上因為這個疫情 加上它之前又有兩個禮拜 又打風又下雨 那些物資是遲了來的 所以其實本身 如果你7月1日開始抄 是會趕得切抄108篇 趕得切他們10月22日 有個月日司法會去做回向的 這個是整個市序來的 如果現在你才開始抄 是有可能抄不及的 當然有些人就會說 他可能一天抄兩篇 其實如果已經收到物資的朋友 會看到 其實它裡面都是一些格子 來的 指引你可以抄得公整 我一會會一起開給大家看 不要怪我讚自己 我敢說我自己越寫越漂亮 心也都越來越定 是的 有很多朋友都會說 開始是會抄到眼睡 這些字會 一開始抄得很漂亮 去到最後二百多個字的時候 就開始抄得醜樣 亦都見著自己的進步 其實這個我想是解答 任何問題之前 都想跟大家說的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 紙的問題 筆的問題 抄不完的問題 我想說回就是 那個重點 其實師傅會發起這個活動 是想我們每一天都只有一個時間 給自己靜下心來去抄心經 其實你未必一定是抄心經的 你可以是每天是打個坐 各樣都可以 所以其實反而這些工具上的東西 不是最大的問題 是你有沒有每一天有個時間靜下來 給自己去靜下來 這個反而是重點 是的 如果十月要記出 可能趕不及 可以每天抄兩次 是絕對可以的 我現在慢慢一個一個回答 其實如果剛才有說到 如果你是七月一號開始 尤其是你是台灣的話 你絕對是可以趕得及的 如果在香港你趕不及 那怎麼辦呢 你去到十月左右 你開始要記出去之前 雖然你如果未抄完 你絕對可以你抄了幾多 記幾多過去先都ok的 那剩下的那些 你可以慢慢繼續抄 因為十月二十二號 這個藥師法會的時候 我們菩薩子他們一向的法會 都會在網上直播的 那所以就算你未抄完的話 那你那個經本你未抄完 你記了那些你抄了那些 那可能去到十月二十二號那裡 你還有十幾篇在家裡 那你那時候可以開著網上的直播 我一齊去做回向 那我剩下的心經字怎麼辦呢 那我稍後會一齊跟大家說 自己怎樣處理這個已經抄完的經本 抄錯字怎麼辦呢 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香港菩薩子的Facebook 師傅已經把一個很詳盡的F&Q都寫出來 如果你寫錯字 其實在錯字旁邊畫一個圓圈 其實表示自己知道自己犯了錯 就OK的了 那你繼續寫下去 有些人可能是整項寫錯 不要緊要 你都照圈 圈完之後再寫 也是那件事了 重點是你的心有沒有靜下來 你有沒有知道自己錯了 就等於你可能是去法會 你都有可能念錯的 但是你不會跟正到的 所以其實你在回向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如果在法會 我們會練保缺真言 那這裏的做法就是你自己畫圈圈 知道自己寫錯了 那之後你會專心這樣 是的 好 我現在逐條例問 那如果有些人登記了 而未來拿物資的 我這幾天都收了很多電話 我已經6月底登記 但我到現在都未來拿 還有沒有留給我的 我一會兒可以計劃給你看 我們那裏還有20多箱 你登記了我們就預了給你的 是的 所以其實可以繼續上來的 那如果有些朋友 開始抄圈覺得很好 好像剛才Benny那樣說 已經覺得自己都有進步中 那朋友都想加入 OK的絕對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有預多了物資 甚至乎師傅 都想希望日後 會持續下去的 所以我們都在安排物資 暫時還夠 現在你才來登記 也還夠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才想參加 我應該在這個影片的簡介 我已經放下了領取物資的方法 只要你填了Google Form之後 只要你收到Google 它會直接寄回一個確認信給你 你收到那封信 你就已經可以在看禮的營業時間 上來拿的了 亦都可以找你朋友上來 重點是你的朋友要知道 你登記時用的電話號碼 這樣就可以了 一個人可以拿很多份都可以 不過每一份都真的有點重量的 我們試過見有些朋友要 即是八個人 一次過幫八個人拿 這樣是吃力一點的 就可以自己帶多些包袋上來 另外亦都有一些電話 就打來 我很早就登記 為何我到現在都未收到物資呢 因為很早的時候 譬如六月中的時候 其實菩薩寺台灣自己才發起 因為其實本身沒有遇到香港 那就是台灣自己發起 那邊因為疫情 就不可以去菩薩寺那裏拿物資 所以菩薩寺裏面的職員 或者他們裏面的志工 就全部就是一份一份這樣寄出去 很可能你那時候填的資料 是寄給台灣菩薩寺的 所以你留下了地址 其實雖然菩薩寺都已經把 和台灣那邊報名的香港朋友的資料 給了我們 是有你們的地址 但是我們香港這邊 因為人手不足 二來其實現在疫情當中 有時候寄這些物資還要用幾天 所以我們就免得令到你那個時間更長些 所以我們由香港這邊 就全部是自己上來拿物資的 好 讓我再看看大家的問題 那就有人說 也是Benny 就說如果假設我寫不完的情況下 我先寄回菩薩寺 然後寫完的寄回菩薩寺可不可以 這個我可以再幫大家問一下 不過我看到他們那邊 第一次FAQ 就回答大家是你可以留下 然後就放在香港自己的那邊自願 又或者我一會兒告訴你 一般那些抄圓的經書是怎樣處理的 是的 另外呢 是的 我一會兒都會回答你這個問題的 海撒林 是不是這樣讀呢 很多人都問這個問題 有朋友其實前兩天打了來 他說他已經開始寄一些過去了 他自己都怕趕不及 第一 為什麼我們不幫大家統一寄回去呢 開始寄回去的朋友就發現 原來有很多速遞公司 物流公司 其實宗教類的東西是有管制的 所以變了如果我們還這麼大 鎖回去 就肯定會封關 即不是封關 是會扣留 變了不知會否12月才能送回菩薩寺 所以我們跟菩薩寺談過 就是可能以大家自己去郵局寄是最安全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如果你是寄信封 你私人寄去私人 你是需要有菩薩寺他們當地的人的ID 身份證號碼的 如果千多人 我們將菩薩寺的身份證這樣公佈 又不太好 另外如果你是以公司去公司 又要下載很多什麼EC App 什麼什麼 很多事情搞的 真是比較麻煩 但你反而如果經郵局 他們有很多的 郵遞方式的 由兩天到十五天的方法都有 所以你就就回自己的情況 去提早寄回去 就會最安全 亦都不需要有這麼多菩薩寺的資料 因為如果這樣 其實因為菩薩寺每收一個這些信封的App 他們還要去 他們那邊都要很多的程序去處理 變成你的收件時間亦都會拖延了 是的 Joyce 都說她自己很努力地抄 加油 其實我覺得這一份 比起毛筆字 是舒服一點的 我也想提一提大家 因為其實它只不過是一個格格子 我打開信封之後 其實就是這樣一份 已經綁棄了 第一張封條 其實是有寫到抄經的程序 譬如譬如靜下心 洗了手 然後去抄寫 上面也有說到 如果你是寫錯字 就不需要圖改 各樣 其實上面都有寫完 然後有一張紙 簡介菩薩寺 尼泊爾的情況 沙尼學院在尼泊爾的救援工作 其實菩薩寺他們給我們的經本 就是這樣的 有些人看到我們的電子板 就說沒有東西在上面 是的 因為其實他給了一張紙質 非常好的紙 給我們 如果你留心看 上面是有一格格的 它同時在這塊東西裡面 在這塊物資裡面 你會看到有一張 已經抄寫了 而這一張 就是衛光法師已經寫好了 你會看到這一張紙上面的一點點 其實就剛剛好寫完一篇心經 就是這樣 所以你的格格紙 就對這個字貼去寫就可以了 其實有Yvonne在問 因為其實在那個物資裡面 會跟著一支筆 正確來說我們應該放兩支 但因為這個時間太快 我們本身菩薩寺對筆也有要求 他本身是送兩支不足筆的 不過在台灣一次過 已經被他們拿了 都不夠 他們那邊也是後來 要拿其他的筆來代替 其實他們的筆 是一般那些 幼身的科學毛筆 那你是不是一定要用這些筆寫呢 不是的 你用原筆、原子筆、鋼筆、水筆、玻璃筆 總之你寫到字的筆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用這支筆 這類型的筆 因為它真的寫出來 會有一個毛筆的感覺 那你也可以去書局那裡找 也可以的 我反而是想我們這麼大量 會不會造成 哦哦 因為其實你這樣寄 反而他們會收到 我們這樣一箱箱寄 你一定會扣在海關那裡 所以是這樣 修例筆右身應該都可以的 我們自己試了 就不足的一支筆不錯 但現在香港所有的不足筆 已經被我們入了順風了 所以都已經沒得靜 要再來香港呢 就都要去到八月中才有 這樣 所以如果你過了這一次的活動 你日後都還想抄的話呢 那麼我們都會繼續有這些物資在這裡排發的 這樣 是啊 筆是很好寫的 我們真的嚴選的 我們之前是 選了 入了二十幾種筆去試寫的 那麼當然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們其實為什麼這幾天都會有 你如果有留意漢禮的Facebook呢 我們這幾天都有這個新的 這個瓶竹的士繪的筆 它一支筆上面有三個頭 其實就是在試筆的期間的時候 我們順手試了 那麼它裡面呢 就除了是鋼筆 有這個圓珠筆的筆頭之外呢 也都有這個硬身的毛筆 可以替換頭的 不過那個價錢就會高一點了 這樣這樣 那麼這裡講完那個紙和筆之後呢 所以就是說如果譬如你現在才登記 但又沒有時間來拿物資 那你絕對呢 我在那個Description那裡都寫了的了 在Dropbox那裡呢 我們已經上載了這個貼 衛光法師的這個琳毛的板 還有這些字貼的格式呢 其實已經在Dropbox那裡有的 那麼你可以自己在這個打印機那裡 就印出來 那就開始抄著 到你拿了物資的時候呢 你才轉用菩薩紙的物資都可以的 這樣這樣 我看看有沒有漏了些什麼 還沒回答大家的先 剛才有問到 如果抄不及一天抄兩篇那不行 你兩次三次四次都很鼓勵 有時間其實都是一個正心的活動 所以絕對不是一個問題來的 甚至乎有些人反而就問回 我今天真的是忙活 一天沒有抄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第二天繼續寫 又或者是第二天再補一篇都可以 其實真的跟我們平時做早晚課 就是念經那個習慣一樣 你沒有做到 在佛教來說是沒有罰罪的 不會被人罰的 這個是我們修行的功課來的 那你沒有做到 那你那天就沒有正心 還有你如果持續地去正心 你慢慢那個能量是會比起你 想起先做 想起先做 是會那個call 就好像你練腹肌那樣的 你天天去練C-up 你今天沒有空 後天才補做 可以不可以呢 可以 但你那個成效沒有那麼快 還有你天天去做 還有你一個星期才做一次 那你那個腹肌出現的情況 其實那個道理是很相似的 那所以其實沒有說不行 只不過你那個靜下來的心 會不會比起 就是你分開幾天來寫 跟你持續地寫 那個心態是不同的 那所以這裏都提一提大家 我記得我21天都在那裏抄 那我寫一寫一下 都寫得快的 我的工人姐姐不知道我在做什麼 那她就說 你抄這麼快 為什麼不打印出來 那一刻都是我一個 Wake up call 是啊 我是要練靜心的 那說什麼呢 那就沒有了意義 不是為了要抄襟而抄襟 你是為了要靜心 才去做這件事的 那所以這個我都覺得 是一個很好的 是一個 對我來講 是一個在抄襟的途中 突然之間又醒了 這樣了 是啊 那麼 拜拜 加油啊 是啊 聽到你說的話 很開心 多謝多謝 不要這麼說 拜拜 一路都有很多人上來 是拿物資的 那好了 又有人就說 我的字很醜 我這個沒有貼的 我就抄得很噁心 那再來 我們這個活動 是會想令大家正心 所以你的字 絕對不是一個重點 那我們的重點就是 給自己正心的 另外就是 我在家裡 在房裡面 抄不抄得 我是跟主人房裡面 抄不抄得 什麼時候抄經是最好呢 如果我生理期間 可以抄不抄得 如果在正訊佛教來講 這些全部都不是那麼寂靈的 因為反而 師傅真的寫得很漂亮 空間不是問題 心靜 到處都會是清淨 所以其實你只要懷著一個清淨的心 其實你去到哪裡抄都是沒有問題的 我剛才提到說我抄得很快 那次就是陪我媽媽去覆診 我都在醫院的餐廳那裡沒有東西做 我就拿出來抄的 所以只要你的心清淨 其實每一個地方 你都可以去做這件事 抄經的時間也沒有掛外 什麼時候寫都可以的 師傅也都說 女性如果是生理期間 沒有差別 寫經是最吉祥的 很台灣的這些字 我很想念台灣 我聽到你開直播講話都很開心 我會盡量想多些話題 有時候真的想不到要說什麼 大家有沒有建議 所以如果你想我們多些開直播 你可以在留言告訴他們 除了說抄經 平時有什麼想我們分享 都可以跟我們說的 接著就說到回向 在那個紙的最側邊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見 因為比較光 在這裏就會寫到抄經的回向 這裏會寫到抄經人 你可以寫自己的名字 接著回向這裏 雖然這次的活動是回向疫情 但你也可以寫給自己的親人 冤親債主等等 你可以直接在這裏寫回向的對象 甚至師傅說 如果你的回向文太長了 有千字文 我整個世界都想祝福 那怎樣呢 你用心物念都可以的 不用一定要騰債出來 然後呢 寫完的心經 其實他們是說 你不一定要去記回去的 其實重點就好像剛才一開始說 那個重點是在於你抄心經 靜下心來 記回去呢 好像一個儀式那樣 你好像記回去一個事情 或上句號 很圓滿這樣 好像我剛才所說 你如果不記回去的 你可以十月二十二號 開你的Facebook 跟著菩薩寺 做這個藥師法會的重經 還有做你的回向 亦都可以是留下的 還有你不是說要記回去 你才會在那個法會那裏 有功德回向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大家 去填Google Form呢 就是你登記那一刻 我們已經把你這個名字 即登記的名字 已經是交給台灣的了 在法會的時候 他們自然就會幫你們 做了一些功德的牌位 所以就已經會回向給大家 這樣 對了 有些人就說 其實我抄了很久了 二百多日子都抄了很多個毛子 很多個佈多心經 那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我亦都在香港菩薩寺的FAQ那裏 其實師傅放了一條YouTube連結 就是他對心經的開示 另外其實菩薩寺都準備了整套 即將這個菩薩心經的開示 都錄了做DVD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 當然最方便就是YouTube 因為整個YouTube裡面 你去回菩薩寺的YouTube 其實有師傅很多個開示 它有一個系列就是專門講心經 如果你在抄寫期間 想再了解多些心經背後的含意 你也可以去回菩薩寺的YouTube 去看的 好了 這裏就是 菩薩寺官方給大家的FAQ 很好啊 我看到大家 有些人真的會點香 甚至乎搭上醫去寫的 很好啊 因為其實如果你在寺院那裏一起做共修 很多時候都真的會 大家一起禮佛先 三拜 然後才開始抄徑 抄完之後大家一起做回香 好啊 講香講三講佛像 好 我會的了 好 暫時這裏我未見到其他問題 那我就和大家講完其他的經書 因為很多人會問到 我看到你們的網站 都有很多不同的經本 可以讓我們請回去抄寫 其實我們這邊最主要的 都是佛光山香海文化的抄經本 他們大部分 我們這些都會用毛筆抄寫的 因為我個人來說 我自己真的比較喜歡 雖然這些字不漂亮 但我都比較喜歡用毛筆的抄經本 因為有時候硬筆 我的道行不高 所以經常寫寫字 越來越醜樣之餘 會抄抄一下 真的很容易分神 但反而它有個貼在 我一分神 我會留意到 立即知道自己寫出界 因為反而自己沒有學大字 就要跟得很足 那自己一個心歪了 那隻字就真的 哎呀這樣的 所以我自己就比較喜歡 是用這些毛筆貼的 那當然啦 我們就有很多不同的抄經 可以在這裏和大家介紹一下 那剛才有說過心經 如果想知道多一點的 那當然可以去看回 衛光法師的YouTube 再來的 比較多人熟悉的 一來為什麼很多人作為心經 是入門呢 它只有二百多個字 那如果現在我們是用 例如硬筆去抄寫的 或者沒有貼去抄寫的 通常可能是二十至四十分鐘 就已經可以抄完一篇 那如果你是用毛筆的 那可能要一個小時啦 那所以它對於入門的來說 是很多人會抄寫它 因為它是最短的 再來的可能是金剛經 那金剛經裡面有很多名句 譬如可能是 英無所住而生其心 過去心不可得 一切如夢幻炮影 如露逆如電這些 那我覺得它 所以可能你剛剛抄的時候 然後還不知道它裡面說什麼 但是我自己個人感受 這次可能有一句很重 這句很有趣 然後我可能會抄完經之後 我會再去聽開示 去找註解 那金剛經對我來說 都是短 但是好像不同的時候去讀 它都會有一些很漂亮的句子 是令到我 咦 想一想 又再去揭一下典故 是說些什麼的 那所以 心經和金剛經 很多時候都是入門會抄寫的經典來的 那另外呢 就是這個 八大仁國經 那八大仁國經 就好像剛才所說的 那個經字 現在是很多時候都用巧思編 我以前佛學院的時候 老師都有說到 以前是會用雙企忍的 代表是一條径 通往什麼地方的道路 那八大仁國經是什麼意思呢 大仁原來是菩薩的意思 其實這一部經 可以說是佛陀 是真的給在家居士 即我們這些大法修行 沒有出家的居士 是講的一部經 八樣怎樣令到你成為菩薩的道路 所以它裡面可能是包括 有些可能有些朋友不知道 就是那些四家行 即是國統危趣 其實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是變話莫測的 你今天 今天的事明天不知道 所以這部經會講很多這些 就比較 就算不懂文言文的人 你抄的時候都會大概明白 這八樣東西是什麼東西 這是八大仁國經 然後就是 剛才說了心經、金剛經、八大仁國經 另外就是 父母恩重南報經 這個都我講了很多次 因為這個是我第一次覺得 小時候都有跟媽媽去佛堂 去練經 說真的一來 咦 跟不了 後來才知道 原來懂得唱是很好聽的 另外就是完全不明白那些經文說什麼 但是父母恩重南報經 是一個我第一次會追下去看故事 我都講了很多次 不過這裡很快地講 他一開始就說佛陀 帶著他的學生 一直在那裡走 然後他們就看到路邊有一堆白骨 佛陀就說 你把白一點的骨分一堆 黑一點的骨分一堆 然後他在黑一點的骨 那一疊骨上面 就寫個牌 就說這個是我回向我過往生的母親 白色骨那些就是父親 然後他一學生就說 為什麼你會分到男女的 然後佛陀就說 因為媽媽要懷胎十月 他將他自己的精血神 都全部給了寶寶 所以他的骨頭會比較深色些 那些營養給了寶寶 而爸爸因為沒有經歷這件事 所以他的骨頭會比較白淨 如是者 他裡面再說 一個在沒有胎的時候 一個月就好像露水 不知道兩個月又怎樣 四個月又怎樣 大家要想回 那時候沒有這個婦產科 但是佛陀因為他靜了的時候 打了的時候 已經替通這些一切 寫在這裡 所以他有說到 無論可能今世 你和父母的情緣是怎樣 他也會有養育之恩 也有說到我們要怎樣去報恩 接下來就快要農曆七月 所以這部經 和這部父母恩咒 都是非常推介的 我看到Benny寫的 我看到的 我真的很感動這部經書 然後 其實很多的經 好像剛才所說 我會覺得 比較像傳記 故事類的 例如可能以觀音為主 我們有剛才所說的心經之餘 就會有大悲咒 和普門品 大悲咒 抄寫的時候 我覺得有些困難 因為它全部都是繁文譯音 即是 喝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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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全部都是口字邊 然後加一個怪手指 所以這一個 我覺得 幫你背中 這個漢文版的 漢語譯音的大悲咒 用來抄寫很好 因為你會很快會入腦 而普門品 它的故事 亦都是普門品的故事 就是說 我們念觀醒菩薩必 是什麽人 它用什麽方法去度眾生 它在度眾生的時候 它是 應以別人 要用什麽身份 去解脫的 它就會用那個身份 去度那個眾生 所以普門品的詳情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要認識觀音就是普門品 另外就是 佛雪阿彌陀經 這個佛雪阿彌陀經 就是釋迦牟尼佛 向我們去介紹 原來他方國土都有其他佛 東邊有過去七佛 西邊就是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它那裡就叫做極樂淨土 它那邊的地下是怎樣 水池是怎樣 水池是怎樣 水池裏面有什麽水 水裏面有什麽花 其實它的用意就是 讓大家認識那個地方 讓你會 那個地方 你日後如果去了極樂淨土 不憂愁任何東西的 你只是一心去學佛就可以了 所以那裡叫極樂淨土 所以令別人深信心 它有說到你就算 可能對阿彌陀佛不認識 只要你臨終的時候 你一佛二佛三佛 你唸幾聲 但是你要真誠地唸 都可以得生極樂淨土 所以這就是介紹阿彌陀佛的 這樣 然後再來的傳記就是 《約師經》 現在我們剛剛就缺課當中 《約師經》又是好像剛才這樣說 這就是西方極樂世界有阿彌陀佛 東邊就是有這個流離藥師光如來 它也是說到 譬如有人是臨命中時我們要怎樣做 病的時候我們要怎樣做 如果以前的人他們會是 真是供奉七個藥師佛 藥師佛前面會供七盞燈 這個是儀式上的 但是它裡面最講得多的 反而是心態上的事 所以《約師經》也是一個 如果你讀頌起來 即是念應該大概半小時左右 也都是一個 你越念越多 你都會發覺 《約師佛》它的願很大 它不單是人的身體健康 甚至乎心靈健康 社會的和諧 各樣東西它都會講到 所以《約師經》也是很值得推介的 然後講到傳記 即是介紹佛菩薩 就是《地藏菩薩本願經》 這個就比較厲害的 它一份裡面 就有《常中下品》 就是講地藏菩薩的故事 講過往生在做什麼 他發什麼願 令到釋迦茅尼佛 會對他如私讚嘆 甚至乎釋迦茅尼佛 他快要涅槃 地藏菩薩說 交給我 在未來佛未來之前 我會導到地獄的眾生都沒有了 我希望我會做到這一點 你不在這 即是釋迦茅尼佛裂盤 直到下一個佛住世之前 地藏菩薩都英文 就是說我會看著這個 娑婆世界的一切眾生 這個也是很厲害的一本書 如果你有時在抄這些經本的時候 真的不太明白它的意思 譬如剛才《若師經》 我通常會抄哪部經的時候 或者念中哪部經的時候 我都會聽多些關於這部經的開示 《若師經》 譬如法隱法師 他的法性講堂的apps 裡面就有一個講經的 裡面《若師經》是講得很好的 譬如他說 《怪鳥來襲》 他都有講到 其實《怪鳥》 是不是一定是很奇怪的雀鳥呢 譬如我在英國 他在英國的時候 見到烏鴉 經常都一大堆烏鴉 那叫不叫《怪鳥來襲》呢 很多這些很有趣 或者是令到你可以去反思的位置 都可以透過你一邊抄經 一邊聽的時候 會有更多的得著 《地藏經》的話 就好像我們現在的店舖 都還會有《若師經》 和《地藏經》的漫畫版 可以是你一邊抄寫 可能有些圖畫 你會比較容易明白 另外呢 講完《地藏經》之後 這兩步其實可以一起講 因為《普賢行願品》 和《花鹽經》《正行品》 都是來自於《花鹽經》 《花鹽經》 《走音》 《花鹽經》 《花鹽經》 《普賢行願品》 就是《普賢菩薩》 他的十個願望 即是他的十大願 他的十大願 他的十大願是什麼呢 我作為菩薩 或者我想鼓勵大家 如果你想去到佛的得行 你要做哪十樣東西的 例如就是 請轉法輪 請佛住世 行信眾生 懺負業障等等 這個請轉法輪 就是你隨時見到 有一個可以請法的人 你都會邀請他 希望你多些留下 希望你多些去講法 行信眾生也是 就是你要去幫眾生的時候 不只是醫治你的辦法 而是醫治對方 都覺得舒服的方法是去幫他 以參夫業障 這個我一會兒都會講到 那些慘文那裡 而這個 正行品 如果是經常參與法會 或者也有做功課 最後是會念到 三歸醫那裡 譬如是自歸醫佛 當願眾生體界大道法 無上心 其實它就是來自於 正行品 正行品 它整本就是會講 譬如我洗手的時候 我當願眾生 就是你自己在洗手的時候 我都發完 我都希望大家 可能我忘記了 但是 譬如以自歸醫佛這樣講 我自己歸醫佛 我都希望所有眾生 都可以明白大道理 大家都來護持佛法 自歸醫法 我自己遇到佛法這麼好 我都希望大家都可以 讀多些經書 深入經狀 智慧如海 所以它這本就是 教我們去到生活當中 每時每刻 連你去洗手間的時候 你都可以 你都可以 如次 它都有講的 你都可以 當願眾生 有些什麼 希望發願 大家眾生 可以怎樣離婦得樂 這樣 那好了 最後 剛才有說到 這個普賢的行願品 也有說到 是懺悔業障 我們如果是 什麼叫懺呢 就是這些懺悔文 例如 農曆七月 有很多道場 會做梁皇寶懺 其實它除了去拜懺 不只是給我們過往生父母 或者是去給一些冤親債主 更加多的懺悔是自己 就是自己有些什麼做得不好 我懺悔之後 我會重新 會醫治住佛法 是很好地生活的 如果八十八佛懺 就是當中會有八十八專佛 透過認識八十八專佛 去禮拜他們 就是去懺悔自己業障 另外這個慈悲三味水忐 我覺得它很特別 最主要是針對我們身口意 就是我們思想上 言語上 行為上 一些習慣 去做自我反省 雖然我們一般認識 我拜懺是為我父母 我誰誰拜懺 這個其實最重要是自己出發 我記得在去抄三味水忐的時候 他提醒了很多東西 譬如說 原來這樣說話 都是一種都會傷害到人 你將來再做這件事 你就會更謹慎 你自己自身明白了這個懺悔的時候 如果從一行禪師的說法 你就是你的過往生父母的延續 你自己明白了這個道理 你這個功德 回向給你過往生父母 或者是冤親債主 其實是更厲害 你這樣唸口往生父母 然後回向給他們 這個就是我們現有的抄經本 很簡單的介紹 如果日後你們想再知道更多的東西 當然我會推薦去不同的道場 去聽法師們的開示是最好的 亦都想釐清一下 不是說抄甚麼經會 甚麼裁員廣盡那些 沒有一部經是教你這件事的 是的 那 不知道還會不會有其他 關於菩薩子萬人抄經的問題呢 如果還有的話 你也可以在這一個 留言那裏寫給我們 另外就是 如果還想報名的 都可以通過那條連結 上面那個Google 方法的連結去報名 暫時就是這麼多 如果沒有其他的問題 我們今天就到這裏 我會聽一下 其實如果你追蹤香港菩薩子的Facebook 他們到時會轉播的 又或者跟回菩薩子的Facebook 都會有的 那這裏我都澄清一下 那菩薩子他們所有出的帖 當然會以他們台灣為眾的 而他們多數的東西 他們都會出帖之後 都會跟我們香港這邊聯絡 因為其實我們香港這邊 其實就是他們的辦事處 因為其實香港 以前菩薩子來親香港 都是借師傅去不同信眾的地方 去港經說法 每年會有兩次在姚中賢舉行 波野法會 而他們維摩社的一些物資的流通 譬如他們的書籍 菩薩子的書籍 他們那邊出的不同的寶仔 各樣還有種撥 都是我們這邊去幫他們流通的 亦都很多時候寫收據 那些我們代勞而已 還有其實我也要說清楚 其實本來是我一個人做義工的 所以有時候我的同事真是未知的 通常老師出帖的時候 他不是出帖之前聯絡我 通常出帖之後 有香港人問他 他才來找我的 所以有時候你們打電話 你問什麼?什麼事? 我是不知道是會這樣發生 因為其實他們本身的基礎就是在台灣 那真是過往兩三年師傅的 講經說法 在溫暖人間的專欄 令到香港的信眾多了認識他 所以我們通常 五字頭的電話 那個熱線電話就是我聽的 或者有時候有些義工幫忙的時候 我就會轉給他們幫忙 有時候就真是不好意思 未必可能即時回答到你們一些問題 因為我們都是那一刻收到 菩薩寺那裏有些什麼做 我們就立刻在香港這邊跟進 這樣 我們到時有這個藥師法會的直播 我們都會貼那個link 在漢禮和香港菩薩寺的Facebook那裏 這樣 阿薩薩 對阿薩薩 我很記得她 我知道你現在抄經抄得很快 不說了 在心中 對了 我見我回答的問題應該都差不多了 如果其他朋友 是之後問我們這個live的時候才看的 你都有問題歡迎 都隨時在comments那裏寫 我們都會繼續看著 大家一起努力 希望有多少寫多少 最重要不是數量 是希望大家都培養了 每天就留一點時間給自己 靜下心裡 遇到什麼事都會很容易心無掛愛 遠來顛倒夢想 阿薩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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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